记录片《拳拳封尘》 以改记录片以人为主的叙事 将焦点放在滑板场的两只流浪狗 两只小狗的生活惬意自在 整天都在滑板场闲晃 累了就倒地睡 来来去去的滑板少年 是他们的最佳玩伴 导演记录小狗的生活 也同时记录下 流连滑板场的青少年新生 电影不时穿插少年们的对话 少了直视镜头的紧张 在狗儿面前毫无心防的少年少女 讨论着自己的烦恼 也倒进社会底层青少年的生活困境 好莱坞惊悚片《战争中的鬼故事》 由蝴蝶向印跳坊领导 艾瑞克·布莱茨打造 故事描述二战时期 五位美国士兵 寿命前往一座 曾被纳粹占领的废弃庄园 却遇到一连串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 五人追查后才了解 这些诡异的遭遇是恶鬼所为 而这些亡人竟是被纳粹 残酷杀害的一家人 士兵们受困庄园 难以逃脱身陷恐惧 香港电影《死因无可疑》 改编自日本畅销惊悚小说 做事认真负责的保险经纪人 因为受到客户家宝的需求 而登门拜访 却目睹客户的儿子 吊死在房内 客户对于儿子的死反应古怪 让他直觉认定 客户是为了诈领保险金 下手杀了儿子 他开始对客户夫妇展开调查 当他越挖掘事实真相 恐吓的事件也接连找上门 甚至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 好 干杯 干杯 好莱坞爱情喜剧 《我的A级秘密》 改编同名畅销书 电影以秘密为主题贯穿全片 剧中女主角在搭乘飞机时 意外与身旁的陌生男子 吐露不可告人的秘密 事后才发现 男子竟然是公司的高层主管 两人因此产生情感 却因为男方隐瞒许久的秘密 导致感情声波 电影以幽默手法探讨情侣间 是否该保有秘密 装设综合报道